延迟海会佛菩萨来接他 他说我走了 再见了 这是在净土圣贤录一个 真正的感应故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几个启发 第一 你再重再重的恶业 任何的佛菩萨都可以接受你忏悔 过去了就过去了 没有关系 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不会犯错 但最重要你是要忏悔心 第二个 精进的修持很重要 生死心要恳切 要有出离心 第三 当然他也发了菩提心 将来要去度众生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讲 业是可以转变的 你为什么会留在人间 那是因为你跟众生的缘 业还没有两 但是若你有发广大的怨心 透过修持 业也是可以转变的 可见业是可以跟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打商量的 不过先节条件 你要修到 见到阿弥陀佛 他有打商量的资格 好 再看下面一张 文殊施力菩萨的愤怒像 刚才讲观世音菩萨 在西藏里面就有大威德金刚 哇 你看 哇 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几个脸啊 对不对 獠牙一样 讲个故事给你听 为什么会有大威德呢 在过去贤劫千佛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魔 放弃了菩提心 他因为受到伤害 所以他很恨众生 他发愿要所有的众生 都要把他吃光 这时候呢 所有的诸佛呢 就开会 贤劫千佛呢 都聚在一起 就叫糟糕了 现在出了一个 大威德的魔王 从天上天下呢 到伤害了很多的众生 也散播很多病菌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大家呢 所有诸佛菩萨就来讨论 怎么样降服他而度他 那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所有的诸佛就入神通 就观察 谁能够度这个人呢 原来看了半天呢 一个人可以度 文殊施利菩萨 因为文殊施利菩萨 过去救过他 救过他 所以跟他有缘 所以可以降服他 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就赞叹文殊菩萨 说善施大志文殊施利菩萨 隆总上尊王佛 对不对 你总应该度一度他吧 不要让他继续遭恶业 伤害众生 将来会度地狱 当然文殊菩萨 当然不让他就说 好 那我没有问题 我就接受诸佛的奇请 怎么去度他呢 他想了半天 跟他变成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文殊菩萨摇身一变 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张图片 跟大威德金刚的这个魔王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就开始 文殊菩萨神通一变了 就搞到大威德的面前 大威德吓了一跳 好像看到镜子 你是谁 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他说我就是我 我怎么会是你呢 这时候文殊菩萨念咒以后 就变得跟他一模一样 他下呆的那一刹那 文殊菩萨缩小 穿到他的肚脐里 从肚脐拿了一把金刚宝剑 就刺到他的头 就把他降伏了 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皇教有大威德金刚的来源 最后他被降伏了以后呢 当然他也向文殊菩萨忏悔 他也去受地狱恶鬼 畜生三恶道的恶业 可是当他离开恶业以后 他就发愿将来做佛的护法 所以为什么文殊菩萨在皇教里面呢 修愤怒尊会修大威德金刚 这是很高很高的教法 不是对一般人初学的 一般初学的还是要宣学慈悲 尤其像这种愤怒本尊 要特别小心 不可以一开始就修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开始就修的话 可以跟你称心相应 你要知道 佛菩萨的度众生是千百亿化身 都会显现的 你不觉得佛菩萨只是现 清净庄严的像 所以看到你不能接受的东西 不要去排斥 这也不是婆罗曼教 这就是大威德金刚 文殊菩萨的化现 为什么 所有东西是空性的 他才能够降服他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或有 请看第55页 第21行 会有大力士身 大力士身是指 就是护法 大力士身 会有四分的纳罗延伸 会有半纳罗延伸的力量 会有一个纳罗延伸的力量 所以是说 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 他会看众生的业的多少 他显现的威德力 有时候是四分之一 有时候是半分 有时候是全分 以此力固 他显现最高最高 可以像须弥山一样广大 高168000 欲舍纳 宽有84000 欲舍纳 欲舍纳是印度的数学的计算单位 以三指 他一举 他手掌就会像 安摩罗果一样 可以丢到他方世界 这代表他神通自在 所以四他也可以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当有正道 利波罗密的菩萨 四大天王 以及33天 对他都会非常非常地恭敬 而且不会脑害他 而对于菩萨的修持功德力 他不会减损的 接下来再看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 第55页 第25行 虽富非常的宽广 可是呢 他可以超越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四大的束缚 而神通自在 比如说他可以在大海里面 可以一要就飞到呢 欲舍的游顶 把三千大千世界放在手掌当中 虽然经过无量节 但是他还是能够安住 所以他的神通 简单的讲 具足各种视线 而没有时间空间的各种障碍 如是等力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众生 非常娇慢真上 或是呢 非常称心愤怒 恐怖不安的众生 他也会想尽各种办法 去说法调伏他 翻过来 为的是要离他 让众生离开自己的焦慢心 跟真上的焦慢心 甚至降服他的这种 称心愤怒 以及杀害众生的杀心 所以比这样的菩萨 可以显现各种神通 助持完全是安住在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里面 助持致以 这个致是指般若智慧 以此般若智慧 能够呢 度所有的众生 到达另外的彼岸 而得随意皆得自在 他有时候呢 再看五十六页第四行 他会大海 一切 真正有神通的人 听好 他没有时光的障碍 佛经讲地水火风 地是指物体 水是指液体 火是指温度 风是指流动的空气 或湿度 因为在古代呢 他不用这个名字 他用地水火风 简单讲 所有的一切的物质 把它归纳的最基本元素 这四种 那在我们凡夫 没有正悟 或没有直观的人呢 他就会有障碍 可是在真正有神通的人啊 他可以飞行自在 所以他也可以穿墙 可以飞到高山 可以到大海 那我们哪时候 会有这个能力呢 听好 在中阴身的 我们有这个能力 就当我们断气 身心分离 还没有到投胎的 这个阶段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但是时间很短 所以在中阴身里面 假如你没有去 极乐净土的话 你在中阴身的时候 你动个念头啊 你的神通是非常快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你身心已经分离了 所以你原来的这个 地水火风 这四大的功能 就会显现得很清楚 那现在我们凡夫 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呢 透过父亲 父亲母血 跟神事投胎以后 你就执着这个身体是你 所以你就深深深深 以为这个身体 就是你居住的房子 所以你就习惯在这个环境 所以你没办法 做到身心处理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显现神通 那神通呢 它要从止跟关 而透过界定会去修持的 所以下面请看经文 第五十六页 第四行 以大海 可以立刻变为干燥 变成牛 它的脚印 就变成牛鸡 若以牛鸡 一刹那东西 也可以变为大海 甚至变成汪洋大海 牛鸡代表地大 地板的地 海代表水大 代表地跟水这种元素 它两个可以自由转换的意思 若以劫烧为水聚者 继承水聚 若众生有火灾的时候 它一刹那可以把火转变为水 就变成汪洋大海 这也说明了什么 观世音菩萨 当你家里有发生灾难 你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一刹那之间 火灾就熄灭了 为什么 因为火 也是空性的 观世音菩萨有这个神通力 你因为念它的功德力 所以它加持你 所以火大 可以转变为 一刹那之间 天上就下雨了 所以 你就解除了火灾的灾难 因为若不解除火灾的灾难的话 你家里会被烧掉 你可能连续的 政府组会烧掉 那伤害的众生更多 那为什么可以把火灾 一刹那之间转变为水呢 因为火 是火大 水 是水大 火跟水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 普门瓶 为什么会有三十二硬生 接下来再看 以水的关系 水 它要众生 水太冷太冷的时候 会变成冰 那众生也会冷死 比如说大海里 你假想一下 新加坡旁边的大海 突然呢 水温下降 所有大海都结冰的话 那 鱼就 冻死了 有多少多少水里面的鱼 全部都会死掉 那时候观音菩萨怎么办 就它神通一现 大海里面就产生了火 火了以后呢 冰就融化了 众生就被得救了 所以你说你不喜欢火 有时候你很冷的时候 要取暖取火 还是要火 所以可见这里讲 若众生以水聚的时候 水的元素是空性的 也可以转为火 这个叫火聚 接下来火聚 也可以转化为风聚 就成为风 接下来以风聚 也转成为火 成为火聚 再来 请看下面 翻灯片 所以简单的讲 地水火风 都是空性的四大 我很想找这张图 不过我找到了 不过有一点不太清楚 我尽量解释 这张的图的意思是说 释迦摩尼佛有神变 下面可以出水 肩膀跟头上可以出火 佛在印度的时候 很多外道常常会来挑战 他不像我们 我们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会对佛有信心 外道就会挑战佛陀 说释迦摩尼佛 你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修得也不比你差 然后他就会跟佛比神通 那佛呢就会观 过去 现在未来的因缘 假如这个众生 可以用说佛法度他 当然佛就讲经说法 假如这个众生 可以用辩论 可以度他 他当然用辩论 假如这个众生 他什么都不听 他就是要你献给我看的话 佛就会显现神通 这就是这里讲的 佛陀视线神变 专门度外道众生 那同样的 在金刚圣里面也有 印度也有 其实中国也有 中国有一部经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 你可以抄下来 叫大方等大吉经 菩萨念佛三昧分 这里是讲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大乘的菩萨 也要修念佛法门 那其中有一品 叫神变品第三 就是讲释迦摩尼佛 有神变力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看 所以神变力 不是得有金刚乘还有 大乘也有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五十六页第七行 如是若以此注持 所以神通波罗密 从界定会升起的话 随所他注持的话 他也有下中上三等的功能 也就是说神通也有分等级的 有些人神通是上等神通 像佛的神通最大 接下来是菩萨的神通 再来是阿罗汉的神通 那凡夫也有很多人通 很多人是什么 肚子也很通 还有跟鬼通 在这里又公开回答一个问题 在新加坡 因为周遭很多很多的回教国家 或是泰国国家 最近几天有很多连友跟我说 师父啊我都碰到很多障碍 就是人家下降头 降头是很不好很不好 那你就念大悲神咒吧 你念大悲神咒 念观世音菩萨 他对你呢就没办法 观世音菩萨 对 念奥马尼变米奉也可以 对 这是真的 不要说降头 我讲我的例子给你听 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爸爸是道教徒 就拿我的八成字 这样做了半天 对不对 我还是出家啦 真的 很抱歉 我爸爸那时候是一贯道 他现在还是一贯道的 他舍不得我 所以但是我要告诉你 用降头的人呢 将来会有不好的果报 听好我知道生意也很不好做 你有时候为了做生意 你有时候为了希望呢 跟人家竞争 但是不可以去要求降头 让人家死光光 然后我的生意非常好 这样不可以 这样你将来会死光光 我也救不了你的 因为这是业力 起降头的人 本身将来的果报 就非常的不好 他在会地狱里面 万岁万万岁受苦 纵使佛出世都很难度他 为什么 他是起恶心 加上用黑的咒术 伤害众生 这是违反菩萨界的 但真正的佛弟子 你只要念大悲神咒 或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念地藏菩萨也可以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所以不要亲自的去诅咒别人 听说现在大家为了抢老公 跟抢老婆也用这一招 那我更要提醒你 你抢来的老婆可能也蛮麻烦的吧 你会有外遇 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就算你不出家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佛弟子 同修之间 交朋友也要很正派 不要用乱七八糟的方法 有人就会说 哎呀我很喜欢他 大家都抢 我是不是下个降头 登起来 他就变我太太了 登起来一年变你太太 第二年就专门了 卡卡卡卡卡 那你来求师父 我也没办法 我又不是鬼王 对不对 我已经劝你了 我是讲经的法师 但是你也放心 他伤害不了我 我有很多佛菩萨会互念我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用不正当的方法 了解吗 每一个民族里面 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咒术 西藏也有咒术 印度也有咒术 中国道教也有画福的 可是做佛弟子 听好 心要有正派 遇到二元 你就是忏悔 念观世音菩萨 一天念二十一遍 大悲神咒 这样子 他就对你没办法 下面请看 无有人能震动隐没 所谓若犯王 若帝世天若魔 及与其他的众生同伐者 除佛世尊 在所有众生里面 没有人能够像佛的神通 这么广大无边 所以神通也有分上中下的 再看下面 若菩萨与他所住持佛法的地方 他也会视线大地六变震动 这个地方消失 那个地方出现 他是为了以住持的功德力 来度众生 希望众生真正来学什么 学法 法才让你得到解脱 神通只是不能得到解脱的 所以唯比种种圣上 喜要尊重众生说法 所以法才能够让众生得到解脱 再看下面 比神足力非常广大无边 会自在 会超过降伏各种魔 外道跟烦恼 入佛境界 觉悟众生 寄居宿世的善根 福德之良 一次乃至于天魔 死魔 跟犯天王的魔 都不能障碍 佛菩萨的禅定神通 所以答案叫 菩萨神通力 你在瓜胡写几个字 叫菩萨神通波罗蜜 这才比较完整 表示这个神通 是跟空性相应的 但是他要有清静心 第二个要有慈悲心 不可以用神通伤害众生 第三个 他是要用法来引导众生 神通只是他一个技巧 所以他还是要做菩萨神通波罗蜜 好 再看幻灯片 这一段讲到 这个利波罗蜜的时候 我会介绍菩萨 再看中国大陆 重庆大竹石窟 在北山136号 就有雕 菩萨菩萨的雕像 那菩萨菩萨呢 不但其大象 甚至呢 你看他旁边呢 还有大凡天王护持他 所以他们呢 这些大菩萨 是真正有神通 可以度各种邪魔外道的 所以你要相信 佛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魔 那你为什么不拜佛呢 你为什么要拜奇奇怪怪的呢 甚至拜小鬼呢 对不对 不要去贪 世间的那些小便宜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这张 这张我没有去过 听说是新建的 四川成都峨眉山的 普贤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特别 注意看他是东南西北 四个大象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普贤菩萨 照相的角度来雕 他是雕三只 代表过去 现在未来 但是呢 雕四只代表呢 东南西北 四个方位都得到自在 一般普贤菩萨都一个头 可是注意 这尊普贤菩萨是十一个头 就跟圣十一面观音一样 代表华严经的十地 这个在中国大陆四川成都 新建的普贤菩萨 以前我去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到 这听说是最近新建的 非常好 祝愿中国大陆 以及全世界佛法都能够新养 对不对 那你要想 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头呢 严格说 他的头应该是 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好 请看这张 西藏的圣十一面观音 就是这样 第一层有绿色 白色跟红色 白色代表宁静 红色代表慈悲 绿色代表愤怒 再讲一遍 白色是代表宁静 红色代表慈悲 绿色代表愤怒 因为刚才讲 所有的众生有不同的 他有三层 所以他中间这个 然后往旁边一转 所以中间第二层就绿色 再转一次 中间就是三个红色 这样三三得九 上面有一个叫 阿尔达玛佛 是愤怒像 普贤王如来的化身 最上面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样加起来 叫做十一个头 叫圣十一面观音 也就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的 另外一个雕像 同样的 那这个 现在看到的五台山 四川 峨眉山的 这个普贤菩萨 他所视线的呢 也是十一个头 代表 普贤菩萨 也是圆满 华严经的十地 甚至圆满最后一地 十一地 不然你会想说 奇怪 一个菩萨的脸就很可怕了 这么多个头 那不是很可怕吗 不是 是代表 他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 丁山信力 信就是对佛法 身及菩萨的六度万恨 要真正的相信了解 一向绝对不可以沮丧 纵使现在有魔 化变成佛身来告诉你说 你听闻的佛法都是假的 可以放弃它的 那你也都如如不动 这个才叫信力 对于任何法 他说要破坏你的坚固信心 菩萨以多声多结的 听闻佛法的信解力 菩萨是不能够动摇他的信心的 举一个例子 在摩克波尔波罗蜜经说 若有菩萨呢 要正到阿皮八字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过去佛会为他受祭 然后呢 他就会如如不动 可是魔呢 为了障碍他 就跟他说 你现在修的波尔波罗蜜 是假的 假如这个菩萨 是真正对佛有信心的话 他会相信 这个话是来骗我的 他可以判断真跟假 假如这个魔这样子诱惑菩萨 结果他后来就放弃了菩萨界 放弃了菩提心 甚至也不相信波尔波罗蜜 然后呢 就跟着魔走的话 佛说 这个人没有真正正道 不动地菩萨 表示他的道心还是会退的 这样知道吗 那他知道的波尔波罗蜜叫什么呢 叫相似波罗蜜 这写在波尔经里面 这一段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看精静力 精静就是指精存一不砸 静就是不退斩 菩萨若发起了精静 就要对一切的善法要相应 对一切的处都要牢固的力量 随他所行 不管是天人或是人 都不能够来动摇他 诱惑他 破坏他的善根 让他终止 这个叫做精静力 这个都不难 我要讲快一点 不过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一个鼓励 新加坡的联友要精静 精静 再精静 那什么时候精静呢 有两个时间 你要精静 第一 睡饱了以后 起床的时候要精静 我知道新加坡人都很辛苦 全世界人其实都很辛苦 我们凡夫从早到晚 注意听这一段很重要 假如你有修禅观的话 你常修止观的 你可以看得出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是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正念分明的 有些人他会早上精神比较好 有些人呢 可能中午嘟咕一下 他可能精神会好一点 有些人是晚上夜猫子 精神特别好 每个人的体质 生活方式不同 但是学习禅观 跟学习菩萨行的人 要知道 我什么时候精神比较好 精神好的时候要用功 不要精神好的时候呢 就呱啦呱啦讲手机 讲完 哦好累哦 再吃个布丁吧 吃完以后又呱啦呱啦 又继续讲 那你生命就这样空过了 我们凡夫老实讲 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正念分明的 有时候你会身心很清静 身心清静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精进 念佛 念咒 诵经 或是看经 打坐 或听佛的CD都好 就是你不要空过这个生命 有时候呢 你会精神比较差一点 你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比如说要扫地啊 去倒垃圾啊 要回信啊 要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那呢 当然要有很专心 不过你可以选你 就是 体力比较差的时候 去做零碎的事 所以 从禅关的角度呢 来说 有两个时段 你的精神会比较好 第一 在 一整天 很辛苦辛苦的工作以后 睡一觉 起来 那时候 你的精神会特别好 因为透过一天 非常的 地水火风 四大 你的心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物 所以那当你晚上睡觉睡好以后呢 你醒来的时候呢 你的精神特别好 所以那时候要用功 所以建议各位联友 少看电视 少看寡喜 连续剧 你不是都跟我讲 没有时间诵经吗 可是我都知道 你们都还有时间看电视 而且都看一些没有意义的电视 生命很短的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各位联友 你下了班 做了工回来以后 你宁愿早一点睡觉 举个例子 你的家人假如六点起床 那你就按闹钟 五点起来 你不就有一个小时吗 完全没有人吵你 你就可以好好静坐 半个小时 念你的普贤行愿品 念你的大悲咒啊 不要再跟我讲借口啦 知道吗 一定有方法的 也就是说 调适你的身心 你一定可以找到用工的时间 有时候当然啦 当然要上班了 有些呢 老菩萨们虽然没有上班 可是家里还要看孙 看儿子 这么多这么多事情要做 那有时候下午呢 你睡个午觉 起来半个小时 精神好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你好好用工的时候 待会呢 四五点呢 家人要下工了 那又回来 你又开始七七扎扎 又要煮饭 要买菜 你看你一生就是这样 忙与忙啊 busy and lazy啊 就这样过了一生了 一年过一年啊 一天过一天啊 那你要等到哪时候 才来用工呢 所以第一个建议 早一点休息 早一点起床 早起一个小时 所以为什么在古代的丛林里 听好 真正的 当然现在的出家人 为了晚上要讲经红法 办佛学营啊 现在出家中也很可怜 以前在古代的丛林呢 出家人九点或十点 就睡着了 真正的休息呢 真正人的睡眠 只要五个小时 我可以告诉你 真正的完全睡眠 要睡觉之前呢 音音哦哦听个 看看漫画 看看书 听个 翻过来翻过去 对不对 才睡着了 然后要起来之前呢 还做一点白日梦 对不对 所以你真正睡觉的时候 只有五个小时 真正完全休息 所以睡觉的时候 就把手机关掉 你不用急的 阿弥陀佛不会在睡觉的时候 打电话给你的 他要打电话给你的话 干脆就到梦中里 为你说法就好了 所以现代人心崩得太紧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 早一点休息 那寺庙里面 以前的出家人 大概九点或十点休息 睡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的时候 大概三点跟四点呢 就好起来了 真的 起来的时候 你的念力会非常的清楚 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高兴 这个礼拜 我讲经 我讲经还有会课之外 我都哪里都没有去 因为我真的很用心的在准备 我也要诵经 要修持求佛菩萨 对不对 有时候呢 讲完经以后呢 我还法喜充满 我就再做一点 可是没有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碰到枕头就睡着了 我最后打坐 念发愿 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文 然后就休息了 天亮有时候 我早上三点我就起来了 你们还在做猪 我已经回来 文书大事妙吉祥 就开始在打电脑 我就在念经了 所以精进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早上天亮起来以后 好好把握 第二个 什么时候呢 人肚子饿的时候 他会没有力气 譬如说你早上没有吃早餐 那你今天早上精神呢 你就没有什么工作 一百块的心病 就看成一千块 对不对 又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你都糊里糊涂的了 对不对 可是呢 当你吃完饭以后 听好 吃完饭以后 因为以生理学来讲 所有的这个血液 都到你的胃肠里面 所以听好 不要吃完饭就立刻躺下来 这个不好 对身体不好 所以建议你吃完饭以后要精醒 假如你上班的话 那你就在办公室走一走 或是在办公室走出来的这个 街道走一走都没有关系 你不要管人家怎么想 公园里散步走一走 所以吃饱饭 然后精醒完以后 大概饭后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那时候精神体力也最好 也要用功 我再讲一遍 一 一天休息以后 早上天亮时 第二 放后一两小时 然后精醒完以后 那时候体力也会非常好 你应该好好用功 知道吗 那精神累的时候呢 就做一些扫扫地呀 你也可以心中念佛 那时候念力呢 会比较散乱一点 这个叫精静力 再讲下面一个念力 好再看 换灯片 所以精静精静 再精静 所以大乘佛教的 普贤王菩萨 起什么 起白象 象它可以走很远很远 不管天气呢 很热啊 或是下雨啊 它呢都不会呢 退后 这代表我们要精静 接下来再看 这是一个寺庙 在它的门口 你看它就雕什么 石雕的普贤王菩萨 你有没有看到三只大象 有没有看到 代表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大乘的这个佛像 除了它礼拜之外 其实它都会根据经论 去做不同的这个 装饰跟表法 表法我们讲象征意义 英文叫 symbolism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是 就是壁画 就是普贤王菩萨 其在道六牙白象 你看普贤菩萨 永远在众生合掌 你有没有发现 那牵手牵眼观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你拜它 它也对你合掌啊 所以它永远修 礼敬诸佛 接下来 普贤菩萨 虽然是大菩萨 但是它为了要度众生 也可以视线比丘相 比丘相 这里你看到呢 它就是视线比丘 那旁边呢 就是大护法 然后呢 然后帮它呢 然后拉这个交通工具 这是中国的画像 好 接下来再看丁武念力 念是指念头 念头 我们要常常训练 你自己的念头 我刚才说过 你一天当中 也要知道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是散乱的 有时候是宁静的 有时候比较疲惫的 没有关系 假如疲惫的时候 你也可以惊醒 扫扫地 拜拜佛 那个昏尘就过了 那不要在你精神 体力很好的时候 浪费生命的体力 甚至造生口意的恶业 那就是划不来的 体力在人间 也是很重要的 真正修行的人 他的时间跟体力 是很宝贵的 他不会浪费 做没有意义的事 所以慢慢慢慢培养的时候 你的念力就会越来越强 请看经文 五十六页第十九行 念力者 住在比比的任何的教法当中 心能够安置 所以所有的烦恼 不能够扰乱他的心 他心不做散乱 这个叫做残观 什么叫做残观 心不散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是残观 以念力的这个功德利固 他可以破除烦恼 所有的烦恼 不能够破坏菩萨的念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清净的念力功德 所以在这里 我要教一个方法 各位在诵经之前 最好先静坐五分钟 不管你有没有修禅定 都没关系 方法两个重点 一 你的背要挺直 不要用力 因为背直的时候 在金刚这里讲 气会入中脉 他比较容易开悟 第二 身体放松 当然你能够盘腿是最好 这叫七肢做法 但是没有的话 坐在MRT呢 你也可以背挺直 放松 睁不闭眼睛 那都可以 半臂会比较好 这时候呢 你就要训练自己 静坐五分钟 把你的心沉淀下来 这样子的话 你诵经 念佛念咒 比你没有静坐时的 这个念力会更强 功德力会更大 同样别人念 那么何来当那多了呀耶 对不对 别人的念力呢 很散乱的时候 他的功德力就比较差 所以功德力要广大无边 要先训练你的念头 虽然大家都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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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每个人的念头不一样 他念出来功德也不一样 所以念力要训练 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最近有很多人来跟我谈 婆媳之间很多问题 我每天都要听很多人念很多经啊 家家有很难念的经 从前在西藏里 有一个媳妇跟婆婆 处得不太好 有一天 这个媳妇虽然也是佛教徒 她也供佛菩萨 每天也念六支大名咒 Omāni bēmī hong 可是她常常想 婆婆每次就是欺负她 侮辱她 当众修理她 所以她有一天 实在呢 烦恼非常非常的强 她竟然动一个念头了 想要毒死她婆婆 可是呢 她想 我要怎么毒死她呢 对不对 不能太明显啊 我要说 被发现的话 我老公是会杀了我的 结果呢 西藏有个叫藏医 知道吗 就像我们中药的有中医 结果她有一天呢 就假装自己生病了 就是要跟婆婆说 婆婆我去看病 今天中午呢 你自己煮饭吃 她就到了一个 西藏人的帐簿里面说 对不起 我要跟你要一个 非常非常的强的药 你可不可以给我 她说你要什么药呢 她说你要什么药呢 她说我要毒药 我要毒死我婆婆 哇 那个医生一听啊 哎呀 这怎么可以毒死自己的婆婆呢 对不对 她也是佛教主 但是她知道这个媳妇啊 个性很强硬 讲她也没有用 劝她也都没有用 那她就问她 那你准备要毒死你婆婆 要几天啊 她说你最快能几天呢 最快的要有三天的 慢的呢 有七天的 那七天的药比较便宜 三天的药比较贵 那后来那个媳妇讲 哎呀没关系 反正老婆死了 被她欺负这么多 那就七天吧 你开七天的药给我好了 这样子 那一天要服几次呢 她说至少要吃三次 而且你要煎熬给她吃 然后她就付钱了 可是这个藏医啊 给她的药呢 是补药 不是毒药 她没有讲 她当然不能讲啦 对不对 讲了她还怕那个人来杀人灭狗 因为烦恼称心一起的时候呢 她是什么事都会做的 结果她就非常高兴回去了 然后回去晚上呢 就是煎药 然后就是说煎 她讲 嗯 这下 你不会长命摆设了吧 然后呢就晚上端下 婆婆 你好辛苦哦 对不对 然后呢我平常对你不太孝顺 我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 你的身子不太好 来来 你就把这种药喝下去 这可以让你长命摆睡 她心里想 这下你会短命的 结果这时候她突然讲 因为她的媳妇 对她平常是不太好的 结果呢她讲 诶 奇怪 我的这个媳妇 是不是脑筋有问题 下午去看病 回来就不太正常 不过她就变很孝顺 她就喝了下去 非常的高兴 就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呢 早上呢 她的媳妇呢又一样 因为要照三餐吃嘛 她就煮啊 像中药一样 炖给她喝 就这喝完药以后 她还帮了 婆婆来 我帮你吹吹背 这样子 捏一捏 她说诶 奇怪 这我的媳妇 真的完全改变了 结果没想到 因为她吃的是补药 就越吃越身体越好 红光满面 然后她就开始跟儿子说 哎呀 你讨的真是好媳妇啊 对不对 我以前真是误会她了 我都觉得她对我有意见 其实她也是蛮多优点的 后来她就在她的儿子面前呢 讲了很多很多媳妇的好话 那媳妇想 没关系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到了第五天以后 她呢 看到佛婆呢 越来越红光满面 她想的血压太高 她想 糟糕了 我怎么可以生起呢 这个毒死我婆婆的药呢 这个念头 就是不对的 糟糕了 还有两天的药 药要不要给她喝 结果她就赶快跑到医生那边去 说医生对不起对不起 赶快给我 我要买解药 她说 不用买解药啊 对不对 她说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真的是 起了二心了 我真的是不应该 我竟然叫你包了七天的药 赶快赶快 她已经吃了五天了 一天吃三次 已经吃了十五铁了 你再不给我解药 我婆婆真的会死掉 她说 这位居士啊 我给你的婆婆是最好的补药 她死不了的 这时候她放声大哭了 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回去呢 她也不敢讲 她就继续拜托 另外两铁药呢 就捐给婆婆吃 等婆婆吃完以后呢 她就对婆婆忏悔 婆婆刚刚听到的时候 是吓了一跳 不过后来婆婆想 其实你的孝心啊 也是真的对我很好 只是我以前呢 都挑剔你的缺点 其实你在 婆婆她就说了 自己的心理的话 所以你端药给我吃 然后呢 有为我按摩 又这样照顾我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你就像观世音菩萨 何况我们家里都念 On money be me home On money be me home 可是呢 这个媳妇最后就放声大哭 忏悔 她感谢观世音菩萨 后来她又回去 感谢那位中医生 说谢谢你 当时还好 你不是开毒药给我 不然我就救不了我婆婆的 所以从这个故事 给我们可以启发到 念头要很谨慎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 幸运的例子 它是起恶念 遇到善缘 所以还有善果 假如我们起恶念 要杀害自己的众生 那将来是会堕地狱的 所以我们念头 是非常非常重要 念头要常常地训练自己 同样这个故事 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注意听 婆媳之间 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 你看他不顺眼 他看你更不顺眼 你欣赏他的优点 他也就会包容你的缺点 人都不是圣贤 人常常会处不好 我在很多讲座都说 其实一个男人 处在两个女人之间 是很痛苦的 妈妈叫老娘 太太叫新娘 老娘不爱爱新娘 所以真的最可怜 会自杀的忧郁症的是 这个男人 男人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所以各位的男众居士 我已经帮你讲话了 不过做妈妈的 或做太太的 要更有慈悲心 你不是佛弟子 那还说 你现在学习佛法了 不要让你的烦恼 淹没了你的智慧 其实婆媳之间 讲白了 虽然我是出家人 其实我也有妈妈 我也有妹妹 其实我很清楚 婆媳之间嫉妒 嫉妒心 才是他最大的障碍 你对妈妈很好嘛 现在你对太太很好 那老娘呢 就看得不太顺眼了 所以就鸡蛋里挑苦头了 那你假如对着妈妈很好 那对新娘又不好 她想 我嫁给你 又不是嫁给你老妈 对不对 每一次呢 你就当着妈妈的面前骂我 那她当然也就不高兴 所以你说菩萨道 菩萨道怎么修 就是在这些境界里面修啊 修什么 修你的心要平静 修你的心要包容 修你的心要更慈悲 修你的心要更有智慧 善巧方便跟耐性 这个才是你来听讲座 真正得到最大的领意 所以你想看 西藏这个妇女 她想毒死她的婆婆 其实她的恶念呢 这是不好的 可是没有想到 因错阳差 她还念 对不对 就遇到的医生呢 是给她 不是毒药 是补药耶 结果因为这样子 因错阳差 反而她跟婆婆的之间 关系就改变了 所以天底下 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啊 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 请看下面 丁六 三摩地利 三摩地 三摩地是指在 这溃闹当中 走到远的地方 纵使有各种音声 以及语言 但是都不会受音声影响 而障碍 出禅 所以三摩地是指 你有心一净性 你有禅定力 三摩地本身就是很盛声的 大乘禅定 这里面下面讲 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我简单讲 详细讲的话 这个就可以讲三天 若各位对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有兴趣 建议你读几部书 第一个读 清静道论 里面有讲 第二个读 中国大师 智者大师的 四禅 波罗蜜 也有讲 摩喝止观 也有讲 他说请看 不为声音所赐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 若外面 假如 现在是晚上 若白天的时候 外面假如做工的话 哒哒哒哒哒哒 那就会 声音很刺耳 就说我们现在人都生活在噪音里 噪音很刺耳的时候 会障碍你 假如你执着声音 那它就会影响你进入出禅 第二个 假如你知道声音是空性的 能够善巧的觉察而观照 行善觉观 你就不会妨碍你进入二禅 第三个 若你生起了禅定的法喜 却不执着 就不会障碍你进入三禅 第四禅 就是呢 成熟众生 而且射受无量的诸法 未曾舍离 四禅生起的时候 它有无量的这个功德力 可以广度众生 菩萨 他有前面的各种功德力 在这里有福报力 福报生力 神通力 接下来有信力 精进力 念力 接下来他会进大称的三摩地力 比方说华言经的法华三昧 对不起 华言经的华言三昧 法华经的法华三昧 乃至于净土宗的念佛三昧 这个就是大称的菩萨三摩地力 所以他对一切的境界都能够自在 而不会被破坏 所以他也能广度众生 而且他不会执作禅定的功德力 好 请看下面波周三昧 这是补充资料 看幻灯片 让我讲到这里才开始回答问题 在波周三昧 波周三昧又正叫做定中见阿弥陀佛 跟十方诸佛三昧 新加坡都连有很多人喜欢求生极乐世界 可是我要提醒你 念佛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可是我发觉很多连有只有很认真念 可是却没有检查自己有没有菩提心 这是比较不够完整的 第二个 很多人要念佛三昧 他喜欢念佛 可是却不喜欢禅定 这表示有问题 真正念佛得到的时候 会进入大乘的三昧 那真正大乘三昧的功夫生的人 不用到往生的时候 定中 这一生的时候 就可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我今天讲的那故事有没有 宁科法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是透过持民念佛 进入波周三昧 在定中他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 他就跟阿弥陀佛沟通 所以可见他有三个条件 请看幻灯片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Dharma or say Concentration The power of yourself 这三个很重要 请记下来也背下来 因为这是在你理解经文的 很重要的三个角度 很多连友都会问 师父我求佛菩萨加持 我佛力加持 但是你要有法的力量 比如说我叫你讲经前 一起念 普贤行愿品 一起念普贤行愿品 这就是法的力 自力 就是你要心静下来 很专注的念 不要讲话 这是信力 是自己的信愿行 有自力 又有法力 又有华言会上 佛菩萨加持 这三个力量 加起来的时候 三足鼎立 他就可以转动业力 他不是说 我光信佛就可以解决的 就像在西方 我信上帝就得解脱 没那么容易 阿弥陀佛也不是 你信了他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你要信愿行 要修净土三支两 所以有时候不是佛不加持你 而是你没有法力 也没有自力 请看观灯片 佛力 什么叫佛力加持呢 常常要发愿 求佛菩萨加持你 就像我前几天教你 常常发愿 求文殊菩萨加持你 转一切逆境 恶缘为大智慧 转一切的境界 然后愿一切的众生 都正缘起信空的智慧 你要天天发愿 很真诚的发愿 这叫做 发愿求佛力加持 所以佛是有很大的力量的 但是佛的力量 要透过你发愿跟修法的时候 它会产生力量 举个例子看 新加坡今天早上 白天非常非常的热 太阳很大 太阳大的时候 你一定会拿个雨伞 甚至还戴一个很酷的墨镜 对不对 因为太热了 可是你知道 太阳虽然很热 但是它的温度不会热到 让你森林点起火来 假如这个温度很高很高的话 我告诉你 那可能花巴山啊 或是树林里面或公园 全部就森林起火了 现在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拿一个放大镜 在太阳底下 把光线寄举起来 在放大镜的底下方 干燥的纸或树叶 这样子久了一下 它就点火了 这样听懂吗 那这个放大镜代表什么呢 就是佛力加持 佛随时随地都加持一切的众生 佛有平等的大悲心 所有的树叶中生 它就向太阳光加持你 但是你要加持有力量的话 要非常的虔诚恭敬 比如说你买香花灯果竹来寺庙 很虔诚恭敬礼拜的时候 那时候放大镜就加持你 但很可惜的是 你拜一拜完了不到两秒钟 你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要训练 为什么要你念经 为什么要做功课 要常常念佛念咒 就是让那个放大镜的那个时间 能够持续的久一点 第二个法力 元三魅力 表示止观很重要 所以开始要每天训练静坐 五分钟也好 十分钟也好 这是禅定力 因为禅定力念力越强的话 你念一部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 会比别人用散乱心念 力量更大 取一个例子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千光王敬祝如来的坐下 听到大悲咒 那么何来当那多来要也 对不对 念了一遍的时候 三河大地的所有的众生 都振一果二果三果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只念一遍 就所有的众生都振果 我们念了很多遍 什么都没有 振水果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们供佛上面水果 供完就这样 供完就赶快要吃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可见你看 观世音菩萨一样念大悲咒 我们一样念大悲咒 为什么功德力不一样 因为禅定力不同 所以产生法的力量也不一样 第三个自力 就是每一个众生 多生多结的善根会不同 所以自己的信愿型也不一样 要常常的忏悔业障 常常的念大乘的经典 像华元经 法华经 般若经 无量寿经 很多的经典 药师经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长远心 不要有三天赛网 一天打鱼 所以佛力 法力 自力 三个都很重要 三个一加起来的时候 比你命中的时候 就可以往生了 可是住念住念 是帮助人提起正念 假如现在阿弥陀佛来加持你 所有住念团也来帮你 可是你自己的自力 跟法的功德力不够 结果重度昏迷的话 那很抱歉 你今生还是没有办法去结了世界的 那就等来生吧 继续修吧 所以要往生进佛国土 不是一生修的功德 要多生多结 多生多结修的 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 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你讲经里面讲 初学佛的人 会有很多的恶业献钱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答案不一定 而是 我会说 你 turbaren 不是那种 乔与我 你这是什么 想听